12月28日,广东纪念两岸开启交流35周年研讨会在广州举办。 本次研讨会由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主办,济南大学承办。 广东省政协副主席,台蒙广东省委员会主委张家吉, 清明党主席宋楚瑜,以及两岸专家学者,在月台商台青代表等共80人参加。 清明党主席宋楚瑜回顾过去的35年, 表示自己就是这35年两岸不断加强交流的见证者。 开放老兵返乡,而我就是在旁边记录作证的那个老兵。 所有这些原始文件现在都在我手头。 宋楚瑜还表示,自己不仅是见证者,也是推动者。 在两岸一家亲的理念下,当下如何进一步促进两岸交流, 推动两岸的融合发展,他也提出了自己作为一个老兵的见解。 台湾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,两岸的整合的对象。 不能只着重少数的几个政党,或者少数的某些人, 应该想办法,就像这一次的研讨会, 我们要对整个台湾广大的这些乡亲做好工作, 让他们能够更进一步的认识到大陆上面的变化, 让大家晓得,两岸攜手共进是我们的生命共同体, 我们共同创造未来。 从1987年两岸隔绝状态被打破,交流之门由此打开, 经过30多年的发展,宋楚瑜认为, 在新的形势下,两岸都可以有更多的自信。 在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过程当中, 台湾不会也不能缺席的自信, 也就是,只要中国墙我也有一份, 我们台湾大家一起共同要建立这一个自信。 政治的因素阻挡不住, 两岸血脉相连,人文相通, 自古以来,大陆就是台湾最大的经济福利, 所以我们要有自信, 台湾人民台商不会放弃大陆的这些商机和许多的机遇, 我们要有这个自信。 据统计,月台两地婚姻3.1万余对, 在广东各级各类学校执教就学的台湾师生1.5万余人。 东莞台商子弟学校董事长叶红灯以数据和事实来说明, 两岸人才和经济的融合越来越紧密。 我记得我2000年创校的时候, 两岸的婚姻所生下来的孩子, 比例占不到10%, 到今天为止高达七成, 另外一个非常让我震撼的地方, 到今年2022年, 我们的高中三年级的学生, 留在这边升学的高达65%。 所以今天, 当台湾质疑我, 为什么学生回台湾升学的比例数是低的时候, 我说这是表示什么呢? 表示台商没有撤退, 表示说台商后面的Bio没有撤退, 我们只能说两岸的中国人一起努力去赚尽全世界的钱, 应该是如此。 参加研讨会的还有许多年轻一代, 正在广东打拼事业的台湾青年, 他们也以各自的经历分享奋斗历程, 展望未来两岸新生代更多更深层次的交流。 2016年, 当时在台湾看到了天花板, 然后我就决定要到主国大陆这边来发展, 那主要就是做创新的孵化平台, 协助台湾青年来主国大陆创新创业, 大家都知道我们1月8号马上我们入境大陆就不用隔离了, 所以我也希望透过自己过去的一些努力跟沉淀, 吸引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广东, 来珠海,来创新创业, 然后永远是他们的大哥哥, 他们的创业保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